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主要的食材是皮蛋和整个个的辣椒 是先把这个辣椒放到火上面去用明火去烧 烧到那个辣椒起皮 然后再把皮撕掉再把它撕成一条一条的再调味 这个是一个很传统的一个香菜的甜菜 每年端午节我们都会准备粽子有不同的口味 以此来纪念屈原 同时也用美食向外国人弘扬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 优优独播剧场 还有些今年端午 我收到了河南飞的大礼物 这让我感觉特别的精神 尤其我特别喜欢你们的四杯 香蕉万里端午情 claro yên 坚持 happy warriors dragon roll festival we wish you all the best happy dragon roll festival anywherekong slama Buffalo ioら辞 du You